讲的苏文 他说我跟你陈情 看看老天爷上苍会不会有反应 在家人讲上苍 所以我说啊 我就跟师父讲 师父 我还没写呢 因为我拿出来的是一张空白纸啊 我还没写啊 那他说 那没写可以啊 那有什么事啊 我说 我可不可以一页写不完 翻过来背面再写 他说可以啊 所以我们就回家了 因为我家呢 是住楼上楼下 所以我回去以后 我就跟我儿子先生讲 我说我要做功课了 意思呢 就是说你们不要上来 待在楼下 所以 没有任何人看到我写的东西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一共写了一千六百多个字 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人看到 这个东西 没有任何人看到 那么我就在师父给我规定的那一天 某年某月某日 我就把我自己亲手写的这个东西烧掉了 念完了就烧掉了 把它放进 灰烬呢 就放进那个缝缝套里面 放在我的枕头底下 结果就到了第十天的早上七点多钟的时候呢 这个师父就打电话来了 他说 你赶快来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结果呢 那天我的小儿子呢 他就跟我讲 他刚好呢 妈妈 我今天也有事 我要去见师父 那我就问他 你什么事啊 他说 我不告诉你 你又不是师父 所以呢 我们就 母子俩呢 一块儿到了师父那儿去了 到了那里以后呢 师父就拿出了一张 很大很大的 黄色的纸 是折叠起来的 他把它拿出来 他跟我讲 恭喜你 今天早上三点钟的时候 我查出你的因果了 等一会儿呢 我会叫你念 你念到第一段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害怕 但是你念到第二段的时候呢 你会感到很钦佩 等你念到第三段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安慰 但是在念之前呢 这里有四个名字 我要问你 你认不认识他们 他一写出前面两个人的名字 我就赶紧说 我认得认得 这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然认得 而且我说得咬牙切齿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人 他是倒我债的 拐我钱的 他是我的债主 所以我非常怨恨他们 因为他们伤害我很深 当时我还在想 那法师怎么知道呢 他怎么会晓得 那么可能是我平常 跟他聊天的时候 说乐乐嘴啊 所以他知道他们的名字 结果他写到第三个 第四个时候 我就不能不佩服他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三个名字 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四个名字 是我已经过世的那个小儿子 第四个 最后的那个儿子 我活了只有一个月的小孩 所以一看到这两个名字 我就更钦佩他了 我跟他讲 这两个我认识啊 因为一个是我的爸爸 一个是我活了一个月的孩子 第四个小孩 那法师就说呢 我昨天在打坐的时候呢 这两个人都来了 两个人都来了 老先生七十多岁 但是因为他年纪大 我不好意思问他的名字 问他的年纪 实际年龄 没有问 但是那个年轻人 我就问他了 我问他 你今年几岁呀 他说他十九岁 而且说出了他的名字 那么法师就问我 你算算看 年龄 对不对 诸位想想看 我才活了一个月的小孩 我哪里会去算 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今年几岁呀 不可能嘛 但是我现在一推算起来 我是民国五十九年生他的 但是师父跟我谈的这一年呢 是民国七十八年 刚好这个孩子十九岁 年龄队 法师就说了 这两个人来了以后呢 就一直跪在观世音菩萨的面前 我告诉你呀 你这次是观世音菩萨救了你 因为我在水潭里面呢 从水的影子里面反映出来的字 上面写着你的因果 所以我就把它给抄下来了 抄了这么一大张 黄色的字 我抄了几个小时呀 抄得很累很累 结果呢 这两个人 就一直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 跟观世音菩萨讲 救救我女儿 救救我女儿 那个小的说呢 救救我妈妈 救救我妈妈 所以呀 观世音菩萨显现了 然后师父呢 就把它抄下来的 那一大张黄色的字呢 打开来 叫我开始念 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 佩服他 幸福他 因为他写的 跟我那张画的纸 花儿掉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但是他写的更详细 去去实实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这个因果的严重性 真的是业随身 这个业不见得是你今生造的业 所以说老实话 我劝大家 还是早一点 消业障的比较好 不管你遇到什么挫折困难 你还是早点消业障 比较好 但是我的事情呢 师父叫借我 叫我在一年之内 这段事情 真相大白的一年之内 不要告诉人家 任何人都不要谈 所以我是最近才开始 跟大家讲起这段事情的 那么他第一段 法师所写的这张 第一段 他是写我的身世 说得比我还清楚 他说 我在累世以前 我是一个太守 一个地方上的太守 我们知道 是中国大陆 而且这个太守呢 他不但是个婚官 而且是个贪官 而且我杀害的是一个女的 说到这个人 也许很多人 听了不敢相信 这个人是谁呢 他姓窦 叫窦鹅 这位看过京剧 看过平剧的同修 就晓得了 平剧里面有一出戏 叫做窦鹅渊 那么 记得电视台 三台里面不知道是哪一家 曾经拍过一部戏 叫做六月雪 讲的就是窦鹅的故事 窦鹅当年 被这个太守 误判 判错了 最后要把他处斩 但是窦鹅跟那个太守说 我是冤枉的 我真的是冤枉的 不相信的话 你把我杀了 第一个 今年六月会下雪 注意想想看 六月是夏天 怎么可能下雪 但是我告诉你 今年六月会下雪 第二个 你把我处斩之后 我的雪会飞到 溅到 那白色的布条上 叫白链 古人叫做白链 第三个 第三个 楚州这个地方会三年大旱 诸位去查历史就知道 真的 这三桩事情都发生 他说 那个 文里面说 说我伤害了这个人 我跟这个人 接下了血海冤仇 跟这个女的 而我就是那个 判官 就是那个太守 所以呢 这个女的 生生世世 跟着我 就是要报仇 所以你看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 都是少年得志 非常优秀 前面我们跟大家讲了 全都逃不过 三十四岁生日那天 走 都是在那一天 男的三十六 女的三十四 所以 底下他又说 你还会有 怎样怎样的遭遇 所以这一段 我越看越害怕 因为这些呢 对我都是非常严重的报复 那么刚好也应验了 二十年前那位师父 也就是我这个 过世的 最小的儿子 任我最小的儿子 做徒弟的那个师父呢 所讲的话 因为当初那个师父说 我在前世是一个法官 虽然这两位法师的功利不相同 但是说的都是同一桩事情 而且这次这个法师讲的更具体 有名有姓 那么念到第二段的时候呢 我就 真的非常佩服这个法师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说 你哪一年 哪一月上的陈情表 已经收到了 内容如下 他把我们家里面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一千六百多个字 他全都印在水面上 反映出来了 而且法师把它全都抄下来 这段事情真的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释 因为这个东西我是写了以后 我烧掉了 谁看到 除了老天爷之外 真的没有人看到 所以最后一段呢 他查出了我今生呢 他说他查出了我今生呢 没有做太多的坏事 所以今生不做坏事呢 对自己确实是还是有帮助的 他说呢 你弑母至孝 你非常孝顺你的母亲 所以你会有好报 你会有好的感应 但是因为你的业障很重啊 所以你要不断不断不断的忏悔 忏悔再忏悔 把你所有的时间要用在忏悔上 好好修行 那么你把自己所念的经呢 要回向你这些孝顺债主 然后你将来 有一天 你失掉的 都会回来 那我听了这个话呢 我马上就问师父啊 那我失掉的那个儿子呢 他会不会回来 他能不能回来 那师父就讲 你放心 他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去了 所以你不要忧虑他 我刚刚问你的那两个人呢 欠你钱的人呢 你也不要恨他了 因为那是你 钱是欠人家的 所以你今生要还 你今生要是不还 你来世还是要还 真的啊 欠命的要还命 欠钱的要还钱 哪有不还的道理 那么我念 念完第三段之后呢 我就跟这个法师顶礼 但是法师却对我说啊 你不用谢我 反倒是我要谢谢你 为什么 因为我非常感谢你 你能让我回到香港 去见我师父了 那我听了这个话之后 我就反问他了 为什么 他说啊 你知道我这次为什么来吗 因为我的师父在香港 说老实话 他老人家已经闭关了 但是他在打坐的时候 打到你了 看到你了 看到你满脸愁容 非常的悲痛 但是呢 他认为 起码将来你在佛法上 在修行上 还会有一些作为 所以我师父呢 特地派我到洛杉矶来找你 但是 我并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只知道 只知道你大概的长相 还有你大概的年龄 等等 所以我头一天来呢 就问我的师兄弟啊 有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位女众 但是大家都跟我说 没有 那怎么还呀 我想啊 那当时我就想 师父这次给我这么一个任务 可能我回不去了 没办法回去跟师父交代了 为什么 因为师父讲 你要是找不到这个人 你就不要回来 我想这下糟糕了 我回不去了 连名字都没有 洛杉矶这么大 美国洛杉矶这么大 我到哪里去找人呢 我就吓残了 可是没想到你第二天就出现了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 那见到你之后呢 我每个礼拜就约你 终于把你的因果查出来了 那我跟师父就有交代了 我要带着这份资料呢 回香港去 他就把那个黄色紫折起来 因为呢 我的师父呢 他告诉我 他可以帮你在香港 开坛办法会 拜万佛灿 那个规模相当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你这个命债 跟人家不一样 这叫做千古其冤 很难超度 所以要规模相当大的法会 所以你现在不必操心了 将来有机会的话 你去到香港 再去跟我师父顶礼好了 你现在必须要做的 就是天天忏悔 努力改过之心 好好地修行 所以 我回到台湾之后呢 我感觉到 台湾虽然是由 我喜爱的人 我喜爱的环境 和我非常爱好的工作 但是呢 毕竟我的业障 造得太重了 所以我就决定 下定决心 把所有的工作 全部辞掉 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余生 好好地 忏悔修行 以上我们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张老师 自述的事实经过 当然 像这样的事情呢 不是在每个人的身上 都会发生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们学活人 应该要晓得 我们人 为什么会到这个世界来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